大家好,我是冷言,很高兴大家能够收听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是就关于比特币投资奇怪链,所有的相关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那么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一个 8月9号星期天下午2点半左右的时间 美国东部时间的一个晚上10点钟左右 晚上11点左右 好了,回顾一下我们的一个行情分析 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趋势是怎么样的一个走法 那么就目前而看的话 现在一个这个趋势的话 还是比较 从这个15分钟的线来看的话 我们从这个15分钟的线来看的话 然后它现在是呈现了一个下跌的一个趋势 趋势 虽然这波的一个有一步的小反弹 你看看到里面 这是明显一个下跌的一个信号 明显下跌一个信号 明显下跌一个信号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有没有出现了一个 卖盘比较大的一个情况 那目前它是走了一个 有小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趋势 是背离的一个情况 有可能会进行反弹的结果 我们再看一下一个小时的线来看的话 一个小时的线来看的话 它也是呈现了一个 我们把它移除掉这个东西 呈现了一个小弧度的一个反弹了反弹 但是从这个均线来看的话 它是呈现了一个下跌的一个趋势 在这些位置 它是呈现了一个下跌的一个趋势 特别是在一个 特别是在这个11720美金附近 就呈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下跌的一个信号 虽然这一波的反弹到了一个12688美金 但是有效的穿过一个11700美金的时候 才可能会继续进行一个反弹 那么说实话 这样的一个趋势 在一个没有出现 如果这个一辈子一个小时的线接触 如果这个三十日均线的话 那么有可能这一波的腹部会直接会到达一个 这个压力位 上面有一个压力位 11550美金附近 有一个压力位 这个支撑位 有一个支撑位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两个小时的线 从四个小时的线来看 那么四个小时的线 它还是呈现了一个上涨的一个趋势 上涨的一个趋势 目前还是呈现了一个上涨的一个趋势 从四个小时的线 我们看一下两个小时的线 两个小时的线 它已经出现了一个下跌的一个情况 说说这一波的话 有可能会进行一波的一个小腹部的一个情况 小腹部的一个情况 小幅度的一个下跌的一个情况 因为这个牛市的热情已经消耗殆尽 消耗殆尽 很多一个买入的一个选手 他们都是对这个行情 不太抱一个喜欢的一个态度 甚至有点厌恶 说说在这个多空交诈的一个市场里面的话 选择一个光网或者空仓为主的话 还是比较比较稳定的这一波输出 说说看它怎么进行一个选择吧 选择大有努力 对不对 说一切的东西都是在于选择的 选择啊 只有在不断中进行选择 才有更机会 更多机会能够做出更优秀的一个单子 优秀的单子 那么今天最低的一个价格是达到了一个 11,633美金 最高的一个价格是达到了一个 11,797美金 那么在这个段距离里面进行一个震荡的一个情况 我们看一下那个回波纳契 回波纳契的一个回撤 那么现在是回撤的0.618附近 0.618附近 我们看看能不能进行一波的一个上行的一个情况呢 那么这一波的话 从这个线段来看的话 怎么这个 从5分钟的线来看 它是一个小幅度的上涨的一个信号 但是从那个15分钟的线来看 30分钟的线来看 它是很明显的一个下跌的一个信号的 看到没有 从这个11,727美金就常见了一个下跌的一个情况 说说这一波的话 还是一个在11,700美金附近选的一个空单 一个选择 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像吧 如果在这个位置的话 能够有效的突破 上行到一个11,760美金 那么这一波的一个上涨 那么的趋势完全是变化了 对 说说看它怎么进行选择 第一点就是在这个11,700美金附近 一个做空的一个选择 第二点 超过了一个11,760美金的话 在这个位置指出 进行一个做多的一个选择 看它怎么进行一个选择 看这个趋势的变化 现在我们等待机会进场的一个情况 好了 我们今天的内容先到这里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最后大家可以在下方留言 或者评论 加加冷眼助理的微信 进入我们的社群 好了 我们今天的内容先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